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一天在新衣国有一位没有穿衣服的教学助理 教学助理说 我好冷啊 一个月只有六千块 睡不饱 也穿不暖 还要捡好多饭工作 上阵没有劳健保 这样怎么会有心力好好读书呢 我来去跟新衣国王讨一件衣服来穿好了 新衣国王 你可以把这件劳户关系外套给我穿吗 我需要劳健保才能保暖 你冷吗 这件劳户关系外套很贵哦 告诉你啦 财富不只是劳健保而已 我这边有一件更暖的讲助身外套 你穿不穿啊 真的吗 可是这一件是透明的耶 真的啦 又会 你说是不是啊 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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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行衣与又会联手把教学助理下注 教学助理一直挣扎 最后还是穿上了平为讲助身的顾名 并受到路人的嘲笑 伤心的哭泣 在今年补月的时候 教育部修正了两原则 将学习型的教学助理改称为教学奖助身 那我们学校呢 为了配合教育部这样的修正 特别开设了一门虚假的教学实习课程 然后将所有的教学助理都改称为教学奖助身 等于是说 劳部学的助理完全排除了在法规上的适用 那不仅了 无法让教学助理 拥有拥有的劳动保 劳基法上的保障 为什么我们会说这门课程是一门假课程呢 主要就是他只有一学分 然后学生就是他可以无限次的重复休息 可是最后却只有拿一学分 而且学生还不用缴学分费 老师也 受课的教师也拿不到终点费 那这样不是假课程 那什么还是假课程啊 在这次修法之前 很多的大学都无所不用其籍 想要利用这个学习型的后门 然后把兼任助理塞到这个后门底下 让我们实际上应该要符合劳动法令的 所有的教学助理跟研究助理 就是因为学习跟教育之名 而被学校用这种方式规避劳动法令的要求 那在我们多数劳工团体在不断向教育部跟劳动部抗议的结果之下 我们终于取得很小幅度的进展 那现在如果大学想要使用学习型助理 他就在修法之后称为讲助身 那他就必须要符合一定的限制 包含一些学生参与等等的限制 但是我们政大的创新精神就是全部都用在这种专法规漏洞的这些行为上 全部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规避这些相关的劳动成本 那我们认为就是教学助理应该是校方开设职缺支付对驾 来应付就是教学所需要的人力需求 然后并且教师应该对教学助理有指挥监督的实施 所以他存在的目的只是为了协助教师分担部分的行政或者是教学的工作 让教学的这个状况能够更加顺利 所以这非常没有一意的就是符合劳动法令对于劳工的定义 那我们劳助会从2012年开始争取 然后一直到今天却不见政大有任何心态上的改变 对于兼任助理的劳健保跟年资都不愿意负起身为雇主的任何一点责任 那我们在这里要告诉政大校方 人力成本不应该任意缩减 昨天就是本校的周行一校长才宣布不续任 那我们在这里要劝告周行一校长 你对于学生劳动权益的践踏所有的人都看在眼里 作为政大唯一一位没有办法续任的校长 你的历史定位会在这里被记上一笔 我们会记得你对劳选的倒退曾经推上一把 和现在的执政党一起被记得 记得会一开始到这边 我们都没有见到任何的学校的职员 就是或者是长官下来回应我们的问题 这也表示就是学校从过去一直以来的消极的态度 所以今天记得会我们就趁这个时机呢 就是想去找教务处的教务长 去开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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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老固化 全面老固化 去开假课程 去开假课程 全面老固化 全面老固化 我们诉求应该很清楚 你们要听很多次了 我们诉求应该想答过很多次了 非常清楚了 不要开假课程 跟用劳固性雇用现在的教学助理 这件事情非常清楚 这种诉求非常清楚 学校也知道自己是在用行政方式在规避法律 学校非常清楚 而且学校知道自己是可以这么做 可能可以这么做 所以才这么做的 这没有什么好谈的啊 就是做与不做的差别啊 是 那还是说因为 呃 主任他现在不在 所以还是我们有一个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不是决策的人 但是你们都是执行的人 而且你们也可以给建议 是 那你们也知道 你们也知道 你们这个草案做下去 你们这个执行下去 这件学校就会变成一件 为了 我们说这件事有两个层面 他为了规避 他规避老固化这件事 践踏老权 他开设假课程 他为了规避老固化开设假课程 这是践踏教育 两件事情同时践踏了 然后你们都是帮凶 或许你们自己不这么觉得啦 但是行政人员 如果没有一点自主意志的话 也是帮凶啦 不会有人同情你们 那我们要再约约时间是不是 不用跟你们约时间啦 那 如果是跟 有办法决策的人约时间才有意义 那我们现在来讲的 就是跟 看主任什么时间 那样同学们 包括说 研究生学会 跟老朱会 今天两个办理嘛 那我们 是不是在一个时间 然后跟 有办法做决策长官 然后相当的单位 一起坐下来好好谈 对 因为我们今天这样子 就是大家 同学的声音都听到了 那 我们也都一定会把这些建议 然后再告诉长官 对但是 我们现在也没有办法自己做进一步的决定 那所以 是不是我们 就 信凭自己 对 信凭自己合的去 看到这件事情 后 12月 12月要再开 12月18号 12月18号 12月18号会再 所以说 所以说修改 所以没有修改 那有提吗 下次还会再提吗 因为还在讨论 凯兵新生修正的草案 刚有给您报告过 又会主任凯兵 您的意见 还有同学您 在退上一些在表以后 也在跟 相关的 包括教育长 比如学校这边 找官那边 在做报告 目前还没有修成具体的 文字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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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既存的就是假课程 这件事情还是存在的 呃 这个课程 呃 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 可能是在雙重认知上的一些 不不 这就是假课程啦 大家不要在那边遮掩了啦 这就是假课程 可以重复修十次 没有关系的课程 我们刚刚提到说 那个 十一月二十一 十二月 十二月 十二月十一号 十一 十二月十一号 十二月十一号 教育会 教育会 教育会的前 两个礼拜左右就会 先截止提案了 嗯 十一月二十九吧 截止提案 所以说 在截止提案之前 如果你没有找我 就没有打算 就是没有打算要沟通了嘛 所以要压一个时间嘛 好我看一下 十一月 十一月 所以十一月二十 刚刚提到说 十一月二十九号 是最后的 提案时间嘛 OK 那我在下个礼拜之前 会回复你们 我们的时间 可以吗 那同学们也稍微整理一下 大家比较方便的时间 那我来看看 学校这边的上班人的时间 那再跟会长合作 那原则上 可以两天内吗 两天内 不好意思 我是说时间 因为 这礼拜五 就已经是二十四号 那你要在二十九号之前 那我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之前 这礼拜是指礼拜五之前 对 礼拜五之前 你刚才一开始就说是礼拜五 那 下礼拜一就是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 二十三号 两天前就是礼拜四之前 二十三号之前 OK 好 那就二十三号之前 我会跟会长联络 那会长 如果 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随心 我联络 我等一下就把手机给你 好 那这样子OK吗 刚刚校方也有承诺 会在最晚 在礼拜四之前 给我们 可以约到 可以做决策的人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很怀疑 就是这个 我们可以表达 可以要求 跟这个可以决策人见面 那 这个可以决策的人 到底是谁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那他到底会拿出什么样的诚意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所以请继续关注我们 我们一定会有 接下来的行动